Hello 你好嗎 又見面了 今天阿楊特別情商 加開選舉特輯 阿呂王聲音參與 聲音導航 普渡眾生 因為我整晚沒有睡好樣衰 所以不是沒有面子見大家 不是的 阿呂王現在在我前面 我可以人格擔保他 現在非常漂亮 阿楊老實人 別相信他 天生禮質 阿呂王 昨晚吃宵夜的時候 他有很多話說的 是不是受選情影響 當然是 昨晚吃飯 又有美女在 說得很開心 阿楊你未遇過我們新的女主持 那蕭公有新女主持當然是 不是我 傻了 我提供的 是女王的 我吸女 阿楊很多女 蕭公經常都沒有義氣 對我 怎麼會沒有義氣呢 有好東西可以收起來 正人分裂子禮 腦腦相戚這件事不是有懷疑的 正經過唐三壯 所以基本上沒問題 有機會跟她再做節目吧 肯定 肯定 肯定有機會參與 放心 女王聲音導航 昨晚 recap 因為阿楊不在裏 阿楊不在裏 美女在裏 女王在裏 不吃得不睡得 為甚麼 過了今日 我直接哀悼香港而死 又是因爲 因爲 大家現在湧到曾俊華那邊 不是 是林鄭 最新是林鄭領先 有消息說 消息一直都是這樣說 暗票 沒辦法 應該是訪問部份離開選舉現場的人 他們不會說投給誰 不能說 基本上都是 不是 他們都洋了 開後排就打 李兆基三父子 直接說 林鄭 林鄭 很多人 范太太 范婦人當然是投林鄭 他們基本上是粉絲 其實不用問都知道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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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不問都知道 唯一就是不出聲的投給誰 這是暗票 又有消息說 林鄭已經穩待七百多了 那七百多票會如何計算出來呢 昨天晚上我們數過 如果不走票 不走票就提名了五百八 不是五七九 還有一個義士 不知道是五百八 然後再加上就是 因為這個胡蘇仔做世大會之後 中央急吹雞 所有鐵票都已經埋了位 包括了工聯會 民建聯 魚童街 一大堆 飲食街都已經埋了位 基本上就是 那裡表現了二百 即是本來未表態都已經表態了 原本說是失聯的 後來都聯合了 即是根正苗熊 而最遲表態的就是工聯會 因為之前就說工聯會不滿意 關於勞工福利的問題 退保的問題 全部都不太奴隸 對沖也不奴隸 即是強積金 所以基本上工會那邊 其實不可能會拜 問題就是吹雞樂隊 已經說了一定會轉台 那就變成做世大會之後 幫林鄭拉了二百票過去 所以呂王吃不下飯 就是這個意思 呂王主要吃不下飯 我相信 應該是胡官那邊的形勢 比較吃緊有關 也不是吃緊這麼簡單 近乎絕望的說法就是 因為胡官那邊 應該據報 都是單位數的 支持他不多 尤其是泛民 就全入了 全入了曾俊華 在這個情況下 是捆綁投票 有可能曾俊華今天會 腦底是三百票 三百以上是多少 就不知道 所以如果我們一千八九十四 減三百 再減百票 林鄭應該應該是八字 投出線 不是七字 有人猜 就不知道有多可靠 就說 林鄭會七百幾百百 接著 胡蘇貞會三百多 剩下的百票 加上胡官 但是我已經先前八九十四 另一件事 不是我登不登神的問題 商界的如意算盤 就是低票當選 他們較為好生活 可以這樣說 延續了梁振英路線的發財大計 但是又不會大幅改動任何勞工 諸如此類 極其量 寫福開支 再噴水喉 教育那邊 林鄭不會影響任何人 賭水五十億 基本上是四平八穩 只知道教育一定不會融合見 暫時都說不會 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為什麼商界的議員 反而就是低票當選 當初你看過的提名 在這麼多鐵票 disconnect的情況下 林鄭拿了五百八十幾 原本的預算盤是八 就是六字頭出線 軍臨天下 大家沒有聲音出 五七九 可不可以加多一票 總之又會異事 不知怎樣 放進去 所以五百八 很容易 如果提名都是五百八 而不是六字頭 的話 我的解讀 就說明是夏馬衛 到底是因為工會的夏馬威 還是商界的夏馬威 各自解讀 商界夏馬威才要威得起 香港工會力量一向都弱 所以基本上 商界也好 既得利益 票面一定要提名 提名 提名會不會暗票不投 另一件事 為什麼說 女王和大家 所謂一般的看法 就是五百八 基本 提名不走票 再加上二百 就是 做社大會之後 胡蘇仔幫他拉回來的票之外 台面呢 林鄭應該是七百八的票 再加上最後 可能今早也會有人跳船 也會有人跳船 已經說過了 在胡蘇仔那邊 也會有人跳船 提名那些會跳 在這個情況下 以資的都已經有幾個了 你再加幾個 已經差不多是八字頭了 這就是所謂基本盤 問題是 之前傳的兩百多 原本 歸不到哪個商界 會不會真的投林鄭呢 這是好問題 那要看看他背後的利益如何賠船 即是怎樣去算 實時點票有沒有東西看 應該還在點 即是十二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早一點開波 先拜掛掛掛水 因為其中一個點 是昨晚吃飯上說的 大家似乎忘記了 就說誰是人是鬼 極無聊 但也是一句 到底中央會不會不喜歡某個人 有兩個人 據報說中央不喜歡 當然是西環傳出來的 一個是胡官 基本上他自己 狠狠出來沒有問過 但大家看看所有的新聞都知道 不是沒有問過的 黃光雅親子已經握手了 這個就是我昨晚 做完禁室之後 跟蕭公子、次官 以及我們的新主治 跟蕭公子談的 就是為什麼我一直看好胡官 不單純因為他的政綱好 他的政綱最符合 不要說泛民的訴求 是香港市民的心聲 如果曾鈺誠說要出來選 都會被勸退 葉劉要出來選 都會被勸退 葉劉就是為黨國付出了很多 曾鈺誠沒有比他更更正苗紅 兩個都可以被勸退 那為什麼胡國興可以出來選 是不是背後是有承諾的呢 我是這樣得出結論的 還有看到新聞說 其實黃光雅在深圳 跟胡國興見過面 談過的 但內容是保密 不能說的 所以我之前的想法就是覺得 其實呢 當有幾個版本 就像你辯論 你將政犯互相猜來猜去 去想一件事 去看最終誰是最符合邏輯 最合理 甚至胡蘇貞都有他那邊的陰謀論 關於他的陰謀論 但是 如果你不以陰謀論角度去看 就是說 其實出得來 背後一定會有承諾 因為據我們所知的共產黨 他不可能真的被掃揚人出 如果真的掃揚人都可以出 那很多人都會出 就不止這三個 而且都已經有不同的 accountable 的statement 就說他們都被勸了 所以那時候我得出的結論 就是說 曾俊華代表的是 阿爺要統戰建制的票 而胡蘇貞就是去拿泛民的票 去appear to 泛民的 crowd 看看你買哪一邊 你就開哪一邊 過世分 未必完全是這樣的覆蓋 因為 應該先看大家 就是打一個什麼主題出來 如何執行另一件事 因為我想見黃光雅也好 見爺爺也好 拿吹風也好 基本上不會說得很仔細 實際想怎樣執行 或者拿什麼票 但是你看他 先打一個什麼旗號 曾俊華主打和諧 他說要解決撕裂 其實北京一向都這樣說 如何解讀是另一件事 所以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擺明 林鄭依然是延續管治 然後不是什麼大改 不是什麼大改 執行得那麼好 他不是說不和諧 但是不會說那麼多 所以基本上 其實三個都說和諧 阿爺都是買這件事 否則不會讓他出來 所以你要發覺曾俊華所說的和諧 在執行上 後來你會發覺反差或落差就很大了 尤其是去到盧文端 發長文7000折 炮轟他的時候 勾結外國勢力 這些指控是相當嚴重 你會發覺這些指控 在他出來參選的時候 是沒有的 明白嗎 到底他是否 根據當初和阿爺所說的那套來執行 這個就應該可能會有落差 至於當初的謠傳說 就算選了都不會任命 那些似乎多一次一句 後來叫做有人 旁邊又澄清了 說習近平說得明 沒有所謂偏好的問題 亦都是符合先前 呂王的理解 如果大家都不是問過最大的那個人 或最大的那個人 都不是派人說過會不會落雜 的話根本不會出來選 亦都不可能出現在這個候選名單上面 其實三個人都會開錄燈 落差我自己覺得 跟他後期 逐漸曾俊華想走這個群眾路線 可能是北京都擔心 北京是很怕有另一種正 一直都很怕群眾路線 路線有能力動員群眾來支持的那些 尤其是我們看回星期五那天 他由早到夜晚 雖然說人數都是幾千 但去到每一個區 都造成一個不太盛大的一個氣氛 在網上亦都是成功動員到很多吸精 亦都有另一層考慮 就是雷王都說了 因為他的行內人 就是各大網媒各大傳媒 其實背後都有金主 即是說你喉舌出聲的時候 我經常都說你畫鬼腳 你一定畫得出來 誰後面是誰 所以過癮在實在商界 金主想的什麼家科 你看看網媒或傳媒的動員 略之一二 而且我們發覺那些 在暗地裡或明地裡 撐胡蘇那些 那些網媒 背後金主很多都是本地華雄 這樣也是有地方主義的考慮 對呀 所以你玩得大的時候 你那些人不會知道 你那些人真是傻 香港過往這麼多年的群眾運動 都是圍繞著一些事件或議題來支持 但今次我感覺到第一次 有這麼多人出來 就撐一個人上位 這件事 如果是北京玩慣群眾運動的 這個共產黨的性格 一定是大忌的 大忌是兩件事的 有些人說路線分別 我已經說路線沒有大分別 都說到831也好 23條也好 其實這些所謂立場的事情 胡蘇仔是沒有給牌子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已經有些建制派 已經諷刺到幫你拉著Banner 831跪下 在這種情況下 民主派當然不高興 不過 正正側面反映了 剛才說的樣子 北京很忌忌 反而是人 路線會不會忌忌 反而未必忌忌 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 因為當初胡蘇仔 一直走來從沒有變過 其實你看到競選辦 澄清了幾件事 關於佔中的立場 關於政改的立場 基本上和北京是一致的 所以北京怎麼會認受 和讓他出來玩 但是執行的時候 玩群眾路線 變成個人崇拜 這是第二個問題 因為我們說過很多次 以共產黨的黨性 他最怕的就是 你能夠煽動到群眾 你能夠有動員能力 這樣絕對是他眼中的大忌 當然陰謀論 你知道很多不同版本 出來了 就說不是啊 這個是高張 就是因為 他是想著給他做的 所以就要他 能夠聚集到這種人氣 那到他做了的時候 他再去推23條 政改 831框架的時候 你們就沒有理由去反他 因為你們是推上去的 請長毛上來解話 就是問清楚這件事 都解得很清楚的 就是如果你泛民 只要玩策略 好像胡官所說 你就不要叫泛民 叫策略派 起碼沒有原則 在這種情況下 玩到你們都不要 到時候 人家真的拿回 所謂民意授權 跟你玩23條 你先反位 啞了 除了政治之外 看回曾俊華的經濟路線 其實更加合乎大商家和共產黨 現在所走的那條經濟路線 就不會走西方福利主義那條 絕對不會 肯定不會有大規模做公共開支 來改善福利 基層勞工等等 雖然說六成人住工 但是從他過往 這麼多年的財政司 牽著水喉的過往 就是來看 他是這麼多個財政司 由1997之後 財政司中 水喉 扭得最少的那個 所以 如果從經濟 政治等等 各方面 我不覺得 上一次他和六八九 面黑反面 都是為了這類 當初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六八九上台 第一個想換的 就是波叔 搶在財政司的位置 財政司上台 那時候想開這個位置 擺明不成功 不成功 為什麼呢 就是有些東西 是胡蘇仔 stand for 阻礙地球轉 明白嗎 所以阿楊的看法 跟這一點 跟我是一致 例如什麼東西 會阻礙地球轉 例如開大水喉 某些建築界 建築中港融合項目 都會看到的 即是胡蘇仔 不讓六八九開水喉 至少會阻礙地球轉 某些項目 擺明是會 給多些紅色資本的地產商 或者建築商等等之類 總之是 中資背景的財團 比較容易 對 因為胡蘇仔就去山水喉 他不理左中右 全部都不理 總之是山水喉 我們自己都很明顯看到 單單投地來說 過去這五年 中資的資金是大幅度投地 以及加入香港的建造行業等等 我們完全是很清楚看得到 其實那種 上面所說的 所謂騰龍換鳥的趨勢 就是用中資去取代本地華資的趨勢 反而曾進華 是更加符合本地大華資的那個利益 為何呂王在背後 另一條線都吻合了趨勢分析 樣子都說了 各大傳媒也好 各大電子傳媒也好 各大網上傳媒也好 基本上用今主的線畫回頭 就知道什麼事歸了什麼邊 所以有些事就是執行的時候 我不知道胡蘇仔有沒有想得這麼仔細 但是也有另一個可能性的 就是有很多人是一廂情願 說起網媒 星期五有一幅照片在網上 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刻意去傳 就是寫著曾俊華民主之父 握著紅色盤子在下面 好像是一個孤子握著的 阿叔來的 阿叔來的 我看完之後 我們昨晚才在說 這個是燭光悼念晚會 是悼念曾俊華的仕途到此為止 正途 Kiss of Death 死亡之敏就是黎智英咀她的 那邊敏 但是那晚就是悼念晚會 所以後來林鄭的陣營馬上就改吹風 改吹風就吹什麼鬼呢 就是誰人真正撕裂香港社會 這件事其實很吊詭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一向都說 由day one已經說 八幾年開始說起 香港的和平穩定是在於 均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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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個個有份才叫均衡 人家民主派抱著那個人 也叫做代表民主派 一旦代表民主派的話 就說你玩撕裂 很過癮 雙重標準 那晚在巴士那裏 就不是均衡參與 我覺得有一種均衡天下的氣勢 哇 那種群眾 玩意中情緒 不論是報紙 還是網上的電台 網上媒體 都大力在吹這件事 不斷叫大家 要去參加 要去支持 向中央說出你的訴求 香港人的民意 他才是我們的特首 他我們就會能夠創造奇蹟 就是在那裏 sell you a dream 那我就覺得 你們是不是堅離地呢 你們堅離地的地方 當作於你做這些群眾運動 他就更加在你的床上 更加在你的床上 應該就是說 根據共產黨所理解的 所謂的均衡參與和諧 不是這樣的樣子 親中那些怎麼辦 那怎麼辦 所以你發覺一個很過癮的現象 即使所謂的民主派別 基層勞工的代表 實際上是怎麼表態的 這些我就不覺得他表了什麼態 但是我感覺到那一晚 我自己在現場看 真的很喊得很真心地支持曾俊華的那一群 是一些我們印象中的中產 中年中產那一群 年輕的那些有去 但是他們都是看的 看一看他的形勢 看一看他的熱鬧 但是真的喊得很真心的那一群 是中年中產的 都哭了 你知道嗎 很感動 他們很激動 很感動 他們為什麼那麼感動呢 我覺得是因為團結和諧這些字眼 因為他們這群中產 未必有參與佔領運動 所以他們對於他們在龍和道 希望能夠為這個地方 鑄入新的意義 他們未必有感受的 但是對於一些有參與佔領的人 例如在下 我就真的覺得不可行 本土那群都已經扮起了 即時就說是血饅頭 被人打拗的那個不是你 人家被人打拗 當年你還簽了反佔中的立場聲明 然後你勸議員先去代替 通過政改方案 你現在說要賦予這個地方新的意義 還要去回那個地方 所以昨晚美女Jolin 另一個很過人的解釋 就是這群中年中產 五行欠愛 這麼多年來都缺乏愛的時候 現在有人出來抱你 你還不感動呢 林鄭已經贏了 林鄭已經贏了 你不用宣佈 他已經有618票 還未宣佈 還未宣佈 宣佈了嗎 他已經贏了 因為過了601已經贏了 所以他現在已經是634了 還不是贏了 現在在數票 那是7字頭還是8字頭 還是相界預算 不要過7字頭 而胡蘇貞 我現在補一報數 林鄭是648 曾俊華302 胡國興16 胡官不是單數 也蠻好 開心一點 即是始終有人有良心 憑良心 或者不一定憑良心 眼光 我覺得 因為 據我所知 insider information 除了西環的奪命追雲call以外 其實 二號仔 一號仔 都有奪命追雲 各位選委 所以很多人都已經去到 疲勒轟炸到 沒有辦法不轉 如果你是認為 你是支持民主的 你要和諧的 那你就要支持曾俊華 但我覺得 昨天包括我和詹林的看法 都是一樣 其實曾俊華的政綱 他的立場 並不是代表民主 而你們這班民主三百家 就去說 因為策略 策略性 對 所以我們要去撐曾俊華 我們認為這樣是最大機會 但我昨天和詹林 我們一直說的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你一直覺得 胡國興 他的作用就是夾曾俊華 戒票說他是鬼 是的 但事實就是 他是可以起到作用 迫到曾俊華 修改他的政綱 更加符合你們泛民的訴求 不過呢 他最終沒有達到這個要求 他們已經很早 預先 事先張揚地 方寫你不知地 就說他們會all in 那現在呢 曾俊華拿到363票 直到我現在看到這一刻 但你會不會都贏到呢 其實你數起來是不行的 應該有人說是大奇跡人 但人家已經過了六百多了 那你還有什麼 七百六十四了 七節後 好厲害 所以就謝謝 因為那兩百多票 鐵票歸邊 造席有去吹出來 所以這件事 真是謝謝 代表林鄭團隊 多謝胡蘇仔 或者代表林鄭團隊 多謝胡蘇仔 後面那班 中年中產 做得非常好 其實昨晚也跟呂王分析了一樣 其實所謂阿爺開到綠燈 是給你三條路選擇 三條路選擇 到底第一 你會不會 如果胡國興出來 你是不是真的 民主派港元執的那班 會all in他 第一 可以拆到屎沙包 你可以這樣說 要不要買票 我不覺得算 因為講得難聽些 反正賽果操控在阿爺手上 因為你三個 哪個贏都是阿爺贏的 第二條路 阿爺贏的 如果胡蘇仔所說 要反撕裂 搞和諧 諸如此類 阿兒樂見 他一向都說要和諧 不想對抗 有人可以收買到泛民 最好 如果泛民歸邊 變成建制的一部分 阿爺派回鄉政的時候 已經表明了這件事 泛民也是建制的 所以這是另一個路線 第三條路線 就是林鄭所代表的 過去五年的管治的路線 大致不變微調 肯定有 大改不一定會 大改不一定會 最多是方式上 表面上溫和一點 商界基本上已經賺到盤滿 所以唯一的選項 商界來說 就是不大改現有的發達政策 社會撕裂不關他 反正過去外國護照 他要錢 社會撕裂了錢 不裂就可以了 然後 未來五年 繼續好溫食 但不希望一個強勢特首 尤其是他要交貨的時候 交什麼貨呢 就是勞工福利 社會福利 又要開重啟政改 搞到他們雞毛鴨鱛 就是永無靈日 那些 最不想見 強勢我猜 我覺得 跟過往三個比較 林鄭起步下最弱勢 董那時候 那個文夢很高 一致的 差不多 阿曾那時候也是 七成多 梁振英本身 也不成多 但她本身的性格 也是比較強 她是鬥爭路線 但林鄭呢 我覺得什麼都不是 她常常執行 所有政策很仔細 那你AO訓練出來 就是這樣的人 這方面 其實跟胡蘇仔 沒有什麼大分別 沒有 英國人訓練出來 幾十年 AO那個政務官系統 出生的人 你可以要求他們做什麼 這很簡單 其實三條路線都是 全贏的 對不對 在這種情況下 你講得難聽 最分裂的 最分裂的位置 唯一是胡官 要講分裂的話 但胡官那種分裂 是另一個方向的分裂 你看港曼辯論 將兩個AO 迫在長角 到底你這個 橫州有沒有文件 如果阿爺給你一個選擇 是要講原則 講民主 還有講問責 你真的要清算 這個所謂的深層之矛盾 要將香港以前那些 不問責的高官 不能拉下台的話 最合邏輯的選擇 我感覺到阿爺真的給了你的 就是選胡官 問題是 這個就是我一直都看著這件事 我覺得如果你習近平 從分析上來說 是這樣的 給這個選項 阿爺不是不給 所以說清楚 問題就是 大家現在選的什麼 結果出來的 16票給胡官 有沒有進帳 沒有 21 21 很難什麼大奇蹟 沒有了 已經定了 林鄭再報一次數 林鄭764 764 哇 薯片363 即是比這個 689多了100票 都不得8票 9個多票 林鄭764 薯片363 胡官21 OK 363這件事 但是林鄭764 是 多過689 90票 嗯 70票 764 689 多了90票 70票 75票 這隻貓都覺得不滿 非常不滿 這隻貓在暴動 貓已經開始暴動 殺開無措 各位 這隻貓開始暴動了 這隻貓推倒了一些東西 非常不滿 這隻貓首線表態 反抗 真的反抗 那這樣也算了 沒有辦法 起碼第一件事 就是阿爺的願望完全達到 第一 不是百分百 不好意思 第一 就是林鄭是所謂高票當選 就是高過689 嗯 都算是喝一杯樂 阿爺 那問題是高到什麼程度呢 是過不了八字頭 過不了八字頭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如果你完全歸邊 1194 我當你胡官單數 白票也好 你是減民主三百家 1194減三百幾 你是八字頭的 去不了九 但都是八字頭的 這次也是去不了八字頭的 也就是說 沒有一個明顯的 所謂單一趨勢 就是要林鄭 高票當選 總數加起來的話 薯片回到三六幾 但是會不會做到任何的效果呢 有人說 即是順報某位 筆名如字頭的 寫筆文章 阿爺擔心一家科 擔心如果林鄭當選 就會七一遊行的數目 大量飆升 那 先前昨晚我們已經說過了 基本上去造勢大會那些 都是一些五行欠愛的中年中產來的 他們感覺到溫暖 那七一會不會再出來呢 未必的了 七一的人數已經不斷下降了 再加上兩樣東西 是拆台的 本土這次肯定拆台不會來 你很傻 如果本土不來的話 那你想想哪些人會再來呢 又是跟六四的基本盤一樣 不過減了 今次差不多是一半的本土訴求 年輕人 沒有人接棒 所以今次已經擺明了 結果是什麼樣子呢 我已經說過了 泛民豪島一定是豪輸的 現在我就看看你今晚會不會去燭光悼念晚會 有本事你又上街示威 他們之前不是悼念了 那禮拜五是悼念了 但他們以為這樣會夾到中央 阿爺 去聆聽你的民意 阿爺會製造另一個民意出來 他又有什麼民調 諸如此類 打電話給自己 你來拘捕 當你有票那些 他說九成支持林鄭 但也是站在商界的立場 我其實有冷血到結冰那一句 站在商界的立場 其實對他們賺錢又不是什麼大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 無論是林鄭當選還是曾祖華當選 林鄭當選會比較好 因為林鄭不要說她經常打茅球 以執行來計算 她懂得靈活調節 這是真的 她有沒有官商勾結 基本上是沒有的 但利商政策主也有 所有項目執行上 她真的熟到爆燈 有哪些彎位可以剪圍走過去 她是做得到的 政務官幾十年一定認識這些 既然選了 我都不妨表態 其實我一向都有項目和林鄭合作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她怎麼做事 昨晚胡官都說 她的官威 諸如此類 不是每個人的感受是一樣 之前已經有不少商界朋友 跟她喝茶吃飯 聊天吹風 希望我幫幫忙 拉一下票 大家憑良心說 各位主持人都知道什麼事 我沒有拉過票 我沒有踩過界 尤其是在網媒或傳媒立場上面 不會公開拉 商界那邊原本自己的 就不會收到拉票 已經知道了 所以這件事也說回 林鄭執政 基本上對商界的運作 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會比胡蘇仔更理想 在於她不一定會生水猴 或綁得好死 而之前高詠文已經說了 其中一個所謂的wish list 都已經說了 就是希望社福開支會增加 尤其是醫療 諸如此類 我一定看到是 應該是會增加 有很多樣大的醫療撥款 應該都會是綠燈放行 大家至少商界 知道什麼事 但是社福是否真的會受益 基層長毛上前已經表態 有些是不滿的 但因為重商政策下 肯定要重新出來講數 但未必是7月1日 未必是7月1日 會不會是五一勞工節遊行 可能是另一個平台的訴求 關於強積金對沖 關於全民退寶 其他標準公時 會不會重新開五一勞工節的訴求 但你們要知道 林鄭是反對全民退寶 她是反對的 所以你們這些社福界 該死的地方 就是在於 剛才他們進去之前 他們做一個假的票箱 放一些信 然後就說 不滿現在政府 對社福的支持不足 但下一句就說 不過他們會投給曾俊華 因為 是因為 不是同意他的政綱 是因為 覺得他 比較有機會 就是 我一直在罵的一件事 就是 你們全部變成投機分子 胡官說 他們是不要原則講策略 你放口 好聽就叫策略 事實上是投機 因為 因為事實上 根本沒有人知道 實際上 會有多少票 是下了誰的袋子 你可以假裝會計算 你可以以為你會計算 但是 誰到最後 是知道 這條數 exactly 是這樣的 你可以這些大的社團 自己歸邊 脫下脫下脫下 減下 但是實際上 你進入到的票箱 是暗票來的 所以 到最後 你要投機的 你自己就吃回 你以為你的民意 會夾到中央的 我講過很多次 民意 doesn't mean shit 而我之前一直 在用的就是 從中央的角度 誰當選對她最好 真的沒有想過會是林鄭的 因為 過去五年 香港搞成這樣 其實五年 繼續延續這樣 好處會在哪裏呢 至少林鄭少了一件事 沒有那麼磨拳拆掌 就要動人 也有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我不知道 各大網媒主持人 是不是另有盤算 上次已經過了很過癮的情況 林鄭其中政綱裡 有一件事 可能是嘔合她們的訴求 例如說 要拆了中策組 或者改她功能 要拆了人事任命 那個中央集權 諸如此類 開多很多 什麼顧問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 重新行港英那套 吸納的政治 在這樣的情況下 說得難聽些 就會製造了很多 不少職位 對呀 涵頭 公職就出來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即使林鄭當選 對於各大 所謂意見領袖來計 就不一定是壞事 至少不會再行梁振英 那套明顯的親疏有別 或者玩敵我分明的針對 而多了很多港英年代的舊竅 就是廣開延路 多了很多諮詢機 是不是真的接受你意見 另一件事 起碼會多了位坐 以及以後 到底泛民還可以 說什麼原則 我自己想不明白 沒有的 死了 看政綱也說 看政綱也沒有用 但問題是 如果純粹看政治原則來計 胡官的政綱 其實是最貼近泛民的 長久以來的訴求 現在他就說 我們要策略 投向曾俊華 放棄了他們原先的原則 他們憑什麼去號召 其實昨天我們跟蕭公子 之後談一件事 其實那班所謂的KOL 意見領袖是厲害的 他們立於一個不敗之地 因為這次他們 全面的薯片 如果薯片真的當選 他就順理成章 下海做建制派 是呀 拜著光環做建制 是呀 因為他擁護了他上台 他就順理成章 做王 是呀 他就下海 你不要說他做雞 不要說他便宜 但是呢 如果現在薯片沒有當選 他就繼續抗爭 對抗小圈子選舉 用這些口號出來 維護著他們的光環 但是 廢了武功 你繼續不去摟那班中年中產 繼續熱淚盈康 但是你發覺 變成了人血饅頭 那班本土年輕人 就不理你了 你想怎樣 所以昨天我們在禁室 我們一直在說的 既然三個都是共產黨的人 我們用這個假設 認可的人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選一個 最符合你訴求的人 你沒有理由 跟別人討價還價 你一來就已經說 其實我零元我都值 我沒有底線 所以最過癮的一件事 就是昨天已經說了一個話題 到底向前走 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 其實我經常都說 本土派不讀書 這次就開啟了 都叫十幾二十票給了胡官 留意一下這件事 其實胡官的政綱裏面 尤其是22條立法 所有關於法律技術細節 他講得比較充分的 就是如何確保一國兩制裏面 兩制的平衡 我不當你要搞獨立才算 大帝 問題就是 你如何在一個不違法的情況下 又符合這個所謂公眾意願的情況下 又阿爺叫做認可的情況下 確立兩制的平衡 其實胡官那裡是有很多資料可以抄 胡官的資料 尤其是22條剛剛說 你說我們反對23條 但是知道越來越難反得到 23條立法是遲早的事 但是他是看到 22條是可以做到一個平衡 所以他是從一個法律專業的經驗一看 就寫了下去 不止22條 27條保障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出版自由 是不是很重要 先對香港維護我們的核心價值 所以這次 三百家的那些傢伙 我想都要動作床本想想 這樣捆綁 第一是否真是白癡 第二在三百家裡 很多都是專業團體 新進領袖 新進意見領袖 他們將來會選擇什麼路線 所謂靠籠 就極過癮了 會不會還是聽著 胡蘇仔那條 還有跟老泛民 所謂大和諧那條 這真是值得研究 我覺得 三百家裡 尤其是一些 較為獨立的專業 新進團體的領袖 是會有不同的取向 老實說 你們這次 你民主派 泛民 民主三百家 你們連神主派都搬出來 黎智英 李柱銘 都搬出來 你都是這樣的話 沒有人會再相信你們 因為你根本沒有能力 對抗 你的評論又錯 你的策略又錯 你做的全部都錯 你不論是策略路線 肯定是手法全部都錯 對不起 我現在要罵一罵聽眾 好心女和 聽肥燒說 撇開政治 民主來說 三個人中 一定是林鄭做能力最高 整天擁抱胡官 有差用嗎 我們不是說有沒有差用 我們當然沒有用 你們這些粉腸被人切掉 那有沒有差用 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我要聽肥燒說 肥燒的兒子可以捐錢去撐鏡 肥燒自己本身後面的金主 是否又要我爆勇說是誰 撇開私人恩怨 我知道 呂王一定會爆粗 撇開私人恩怨 所有人都看到 不是肥燒聽不聽話 肥燒說不說的問題 而是說 所有人在建制派裏面 都認定林鄭的執行能力最好 當然是否最好的另計 肯定符合他們的利益 利益來計算是沒有什麼 反而是另一個大的問題 還有我們的分析 下一步 有一個很大的階段 泛民要過的 就是這麼多個立法會議員的位置 補選問題 明白嗎 我當你這次 all in 叫做爭取到反對派的位置 第一 你七一是否有很多人上街 這個 我認為 第二 當你七一如果不是那麼多人上街 當然是第二樣的問題 你補選的時候 那一輩子會不會中途你泛民 你再捆綁還是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七一為何我覺得不會多人 七一那條路線 其實 出來走 走完之後 散水那種 是傳統老泛民的那條方法 已經證明了完全沒有用 最大的作用就是在2003年7一那次 之後的作用越來越低的時候 才出現到2007年的時候 開始有左翼蛇運起 左翼蛇運不成功的時候 到了1、2、1、3年 才有本土派武器 所以這個時候會不會走回頭路 去撐回傳統泛民呢 當然不會 不可能 另一個趨勢就是 本土派的那些人 現在直接進攻建制的票倉 你地區現在是遍地開花的 即使你那些泛民做了那麼多年 其實那些基本盤是在萎縮的 但哪些人可以做到別人連根拔起 那些自力更生 自決派 以及你真是落到地下的那些本土派 就算你說那些素人沒有任何政治取向也好 他必定是打著本土考慮優先來拿票的 那已經看他的趨勢會是這樣的了 阿Joe聽誠證他說 肥蕭是指主持蕭公子 是說你的 肥蕭我啊? 都不會聽說 女王不是跟我同一路線的 搞清楚啊 第一我是肥的 搞清楚啊 你最不過是說你是金融肥貓 我一向都說肥蕭的 我挺肥的 問題呢 澄清一件事 你們現在把衣服拉起來 都是一樣的 欲貴而張啊 算了 澄清一件事 是原則派的人 沒有女兒 除了老婆之外 我是極右 我是紅色資本肥貓 我和林鄭是有項目合作的 那些是慈善項目 不要賺錢 說得難聽 我是林鄭那邊的人 我只不過是不方便拉票 不用你拉了都當選了 不要這麼說 他真的想夾我出去 另一件事 呂王真的批是胡官的 又是另一種原則派 不是過往往即 或者政治立場 而是在於對香港來說 最能保持一個理性平衡 以及真的可以逼到 那些官員問責是胡官的 如果中央要派一個八虎巡案 開一個斧頭集 去集那些官的 誰最適合做這個位置 就是胡官 基本上每個候選人 我們分析都不會忽略 但是始終你說一句 其實三個都是共產黨認可 視乎你選擇一個什麼車來上 很多人沒有看到這篇新聞 就是黃光雅在深圳見胡官 而內容不肯說 那這個就是 如果胡官是可以出來選 就必定是已經被認可了 包括他的政綱 所以這群人在無聊 寫得多好都沒有用 因為他不會當選 那我就可以說 你說團結把賣嗎 每天團結不賣賣 你不當選 對不對 但問題是 你不能夠 一開始就告訴你 我沒有底線的 你生花樓我都嫁你 我填大床的 然後我整副身家賭給你 只要你肯娶我就可以 大哥 你這群泛民現在出來 我也說你 對不起 你這群人是可以切腹的 廢了武功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熱心過頭 搞到大頭罰出來 冷血地分析 共產黨也是國內所取的 不要說派別不派別 暫著阿爺的立場 三個候選人跑出的話 都可以收割到不同的賽果 證明有胡官出來 可能是可以斧頭襲的 其中一種 都是和諧 你們聽眾自己想想 反正胡官又不是搞獨立 如果胡官當選到 你猜黃州那件事會不會徹查到底 肯定會 梁振英一定會告到底 你猜UGL 梁振英走不走得奪 很簡單 問題過癮在 你不需要驚動到阿爺的手去查你 這個很大分別 因為國際上共產黨都要面子 講得明 他是會干預你 問題不是想干預他那麼出面 在這種情況下 誰可以幫他下斧頭襲 所以胡官出來都會拿到兩件事 第一 他不是為港獨 但是他是為 兩制平衡 你寫得下去 這個基本法 其實阿爺不會反對基本法 大佬玩嗎 視乎你到時的法例裏的細節 也是那個交換條件 胡官也說得很清楚 如果你給我22條立法 我23條就可以開球 所以不是無條件 他也是23條會立法 不過前提就是 你兩制平衡好了 他就是23條立法 所以你會發覺阿爺 在收割不同的賽果 沒有東西是有害的 但是在執行上 很大問題 執行上什麼大問題呢 就是原來你泛民那群人 又不跟你說原則 又不跟你說理想 甚至不跟你說文責追究 阿爺是不是拍攔手掌 讓他們想清楚 不過這樣 你攬了民主參加 群幫投票又如何呢 然後你是玩這個群眾路線 而不是有商有糧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 胡蘇仔雖然說有商有糧 但是你想想發生什麼事 即使我們這個 這麼中立的網台 都被人憤怒狂炸的 你想想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即使任何人只要不是購買胡蘇貞 你稍為有其他不同意見 甚至希望去施壓想胡蘇貞 多些貼近香港本土民情的話 都會被人炸的 這個非常非常多 你這群粉牆 你表面上說什麼反共產黨又什麼 就要民主 基本上你這群泛民在玩民革 你那些就是用共產黨的極左思維來搞事 那共產黨就握著嘴在那裡笑 你跟我搞極左 你哪有救我玩啊 Exactly 他是老祖宗來的 你玩群眾路線 你不會適合他玩 他就是批鬥老祖 用民革來批鬥共產黨的好爛 所以很明顯就是一件事 贏民就繞在手 不過票就這麼簡單 沒有第二句說 你已經證明 你中共玩政治的那種手段 真是高 所以人家給牌你上 你都不會上 那你自己想反炒 沒有第二句 Joe Tam又來了 黃江亞深圳見胡官 為什麼捉證明他被黃收買了 即是鬼 不是收買 說了明 根本所謂鬼不鬼的東西 我只不過覺得泛民裡面鬼多 泛民也是建制的 泛民也是建制的 難道長毛也是鬼嗎 長毛出來是沒有薯片的 你以為長毛沒見過那些人 只不過不是在深圳見 你以為沒有人來傳話 你以為沒有人來聊天吃飯喝茶 基本上長毛原則比較強 他四十年來一天的長毛 四十年來一天的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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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看到共產黨的勝算 所謂勝算 所謂勝算 成本回報 基本上他沒有輸 唯一一樣 他會擔心的 就是你那些人玩過界 原來真的會玩文革 那你還要怎樣聊天 不用其他一句 由頭到尾根本就沒有鬼 由頭到尾只不過 心裡有鬼 是大家心裡有鬼 而且你們信了那些KOL 一直在唱唱唱唱 說他出來介票 說他出來有目的 或者什麼 其實都是那句 如果你熟悉共產黨的雜星 他不會給一個他不承認的人出來選 那就是三個都承認了 三個的政綱都看過 承認了是不是等於鬼 沒有意思的 三個都是 如果是我告訴他 是啊 朱八戒照鏡女外不是人 這麼簡單 不過你說共產黨完全不輸 我覺得要看看哪一方面 你自己看回 但就算是在1997之前 沒有聽過港獨這件事 這樣就沒錯了 共產黨這次怕就怕什麼呢 是怕你有組織動員能力 即是你組織動員到 中聯中產都對他們說不上心 但是你看一下你連根拔起 地區發生那個 DNA突變的話 那一刻他很擔心 包括了你每一個 現在的業主立案法權 是逐個堡壘被人連根拔起的 表面上看起來就是 業主維權 但是下一個有什麼加貨 其實就是你維權的方式 正正就是你把民主落實在地區層面 這個最根本的事情 怕到你發生沒有選票 問題是他會影響你選票 你以後再去屋邨的老人院 拉人出來投票會發生什麼事 你再在那裏拉阿嬸出來投票會發生什麼事 你想想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很明顯地 因為地區裝腳的DNA突變 對共產黨人最上心的一件事 所以所有你發覺 每一個認可的候選人 都不若而同 有一個必然的政綱 就是上到中央層面的 Echo出來的 李克強也是在香港的 就是反港獨 反港獨為名 扣帽子每個都會 講到這張帽子扣到哪裏呢 就是本土 即是當你香港人真的醒覺 在地區層面發難 要維權的時候 下一步必然影響到票員的穩定性 昨晚已經說了 也不是內幕消息 起碼建制一定已經知道 很多這樣的調查團體 就是智庫團體已經做了基本盤的分析 就是關於年青人的政治取向 99.9%都是不扣建制的 即是說建制是斷攬的 他將來可以找到什麼人去幫他做 所謂的青年服務和經營活動 他想找一群港票 沒錯就是換血 對不起他們的票 他們不是責跟在香港 你找這群人就死定了 他只可以找這些 如果以聰明的來計算 即是大學生和精英 你聰明的來計算是這群人 其他那些 又是一腳牛屎 還有你剛才說的 地區政治那樣 包括是業子立案法團 屋邨護助委員會 現在區議會都開始出事了 沒錯 就是想說區議會 為什麼建制派民建聯工聯會 會在區議會有這麼大的失力 而他政府遲遲不放權給區議會 永遠處於一個地區上的諮詢架構 就是他看得出基層的政治 如果改革成功 你會變得有實權 這才答案 你立法會有多少人 雖然是農村包圍城市相同戰略 但是區議會是直選的 沒錯 簡單多數是直選的 分散 而且區議會是直接接觸的 業主立案法團 業主委員會和每一個居民 所以區議會 為什麼不敢 給他加大政治權力 所以你可以說 共產黨極其 心謀軟類 或高明 玩慣這些事情 所以你會發覺 為什麼 1997過渡之後 拆掉你那個三層架構 你那個區域市政局和市政局 拆掉了 因為那個所謂民主階梯 你由地方去到中央中間的跳板 來什麼加科 就是市政局 除了那個是直選的 直選之外 他當時區域市政局和市政局 他的權力大了 區議會很多 所以你會發覺 第一件事 老董完全配合共產黨的動作 上了特首的位之後 就是一登天指衛 就立刻動用這個殺人刀 砍了你那個民主架構三層 把中間的階梯拆掉 然後呢 區議會那裏 就動得不多 只不過他慢慢撤回所謂的委任 最近的事 全直選 問題就是你會發覺 在那個雨傘運動當中 亦都發生了一個DNA變化 區議會多了很多散兵 因為一組已經分析完了 幾千票已經可以當選了 你每個區域找不到幾千個年輕人 去支持你 那你本土派也很失敗 當然 那個戰果 就更加期待 進入立法會 這次未有準備的情況下 就彈出小國雞事件 這是慢慢來的 問題是 共產黨看到的 泛民那裏有點吵沒有意思 共產黨是看到的 是有進化過程進行的 所以下一個挑戰就是 補選會發生什麼事 這次選舉結果 第一 林鄭是去不了高票的 所謂高票 只是高過689 第二個難題就來了 維護了商界 以及既得利益的要求 但是能否可以進一步幫忙 即是處理地區裝腳的流失的風險呢 這個問題就很大的問題 這個我比較懷疑他的能力 說不到地區 他連八達通都不懂 他連八達通用了這麼多年 其實八達通都逐漸淘汰 此其一 他都還未適用 第二是香港很多地方賣廁紙 來賣廁紙 翻虎的官邸拿廁紙 看到有乞丐好可憐 給500元 那是離地的 完全不知道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最棒的是他辯論的時候 即是論壇的時候 他講幾次 說17萬公務員 你跟我17萬公務員說 那你17萬公務員 現在沒有人幫你買廁紙嗎 很糟糕 我想我打電話 也可能有朋友會幫我買 你有17萬公務員 沒有人肯幫你買廁紙嗎 真是陰謊工 此其一 我只是說另一件事 就是抽象一點 就是離地 所以如果你期望林鄭可以處理好 地方政治層面的事情 的話 你不用指望 其實胡蘇仔也處理不到 她處理不到 一件處理不到 終於中產處理不到 林鄭處理過地區事件 就是這個 潛建的問題 當年就是 新界的村屋 丁屋的潛建問題 她說要做發展局 這個就真的很地區問題 不過地區發展也相當大 結果呢 不料了之 對 丁屋嘛 是啊 不料了之 有個聽眾 美吹說 扣起民主300家的策略性投票 胡官和薯片的票數 其實所差無幾 300票也不能幫到薯片當選 那就證明了這個策略有多失敗 說好了的 說好了的 商界暗票呢 昨天我跟蕭公子 談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商界不給薯片票呢 你查一宗貪污一件事 這就是發動全新的 但你橫州又要查的時候 你商界怎麼辦 你有沒有留意橫州那塊地呢 是割成什麼樣子的 所以商界會不會過票呢 我覺得未必絕對地不會 不會 但又是那句 當你可以選擇的時候 你是老闆 你是老闆 你會選什麼家科呢 當然是最符合自己的利益 優先的 就是這樣 而且你在割票的過程之中 會不會已經有勢力跟他講清楚 這些勢力涉及到某些東西 我們不會查 是吧 沒有嘛 胡官沒有批評這件事 胡官當然一定不會 所以胡官如果當選 他一定會以法官的公正來做事 他習慣了這件事 反而是對香港傳統商界 做開的那些 用另一種 你按機嗎 貓貓 按了哪裡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 那種桌底膠躍 幕後膠躍 那些東西 一定不會讓你這樣玩 所以共產黨會很開心 你起碼要先清廉 你起碼不會起他盤 問題就是商界又不是太安心 說好了解商界的暗票 沒有的 如果有人已經玩群眾運動 玩得這麼精彩的 阿爺真是吹雞的 你還敢玩 所以基本上就是 多謝胡蘇仔 沒有的 這個時候他們 我們又要重複他怎麼說 他不是說 只要有民主三百家那三百票 再加上他有建制票 他會有商界票 那是否有機會捏人 為什麼說商界都動不了 技術分析很過癮 很簡單 商界表面上給面子 580票 大部分都是 看得到 就是disconnect 那些 是京城 工聯會 民建聯那些 disconnect 你會發覺 一歸邊 出現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就是預先 就是預先響口的歸邊 因為你明知道這班 基本上是鐵票 他不會走的 他不會用腦來跟你走票 你會發覺很過癮的擠壓效果 就是如果他加了兩百票之後 而不是變成七百八十票 就是說 提名那五百八十票 就開始捉鬼了 你明白嗎 你五百八十票 就開始捉鬼了 肯定有人走票 你走了票 會發生什麼事 就由來捉鬼 捉鬼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那些日子不好過 而不是很幸運的 大家都投暗票 大家都投暗票 什麼事都沒有了 但是有兩件事 令到暗票沒有出現 第一 民主三百家那裡 是捉包式投票 你說捉包式投票 那個爆響口 是不會過票過那邊的 即是多了 少了的票 一定跟那三百多票 此其一 就截了你後路 你不能走 即是暗票不成功 第二個暗票不成功 就是做世晚會之後 即時吹雞 兩百鐵票不成功 再多兩百鐵票 封你盤 五百多票 那你商界還要怎麼走位 你明白嗎 我可以不投票 是你們夾他的 你們這些瘋狂的雪紋 還是KOL 你們去夾那些商界去歸邊 不是全部都還走了 你數回來也知道 有幾十票還是走了 過不過一百 我不敢說 肯定有幾十票 你不是把薯片那三百六十五票 我現在看到還是三百六十五票 可能有更新的 我不知道 但是三百六十五票 你減了民主三百家 那三百二十五票 那是哪裏來的 剩下那些 就跟胡國興一樣 其實那些策略 其實策略在哪裏 我想問 你犧牲了你的底線 你可以先接受代注 這個政改方案 你可以少這些選舉 但其實你換回來 是沒有多度的 所以你爆響口 玩 捆綁 你只不過是破壞了暗票制度 你一旦破壞了暗票制度 你一旦破壞了暗票制度 就萬千聲揮賀台興 那大光燈打下去 那五百八十票 已經是自己獻了身的 你逐個名字給別人照廢 那你可以怎麼搞呢 其實最大傷害 就是破壞了暗票制度 你所說的什麼策略都沒有意思 你沒有暗票就沒有策略了 那你當初就沒有策略了 那你當初就沒有暗票制度 因為八三一是沒有暗票制度的 那你是應該接受的 就是等於八三一 其實已經接受了 所以別人潤他沒有潤錯的 因為胡蘇仔也說了 他不會為八三一 他知道是白紙咨詢 白紙咨詢 白紙咨詢出個策略出來 最後又是八三一 你以為他會改嗎 超人最後都這樣說 當初一人一票給你 所以看老人家就站在哪邊 那就是八三一 那問題是唯一的所謂生路 唯一的生路就是八三一 所謂名票裏面 你是給多少個候選人出責 明白嗎 就是說如果是無限重複的 個個都可以600票 個個都拿到600票 就是公平競選 就是等於全民直選是一樣的 行不行 但如果你說得明是兩至三個 這樣就大件事 他給什麼人出來選 你選什麼人呢 所以很過癮就是 如果你走回八三一那套 很多人都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如果現在硬咀八三一 你民主派那幫人 是不是可以做到的形勢出來 就是胡蘇仔都出線先 這個反而沒有人問過 很奇怪 如果大家都名票 大家都要過600票 才可以入閘去跑 給全港人一票 會發生什麼事 你提名那道未必過關 所以很多人都說 因為你玩群眾運動 你經常說先 最多說我們一人一票 那樣東西他們看到 但是真的想 提名期 給哪一個人正式能夠入閘 他可能比現在更緊 他可能比現在更緊 他可能不更緊 他也會害怕 這個更害怕 因為他控制不了幾百萬票 所以就說 一定要玩名票 一定要600票才可以出線 所以也不是說不讓你直選 超人這句沒有說過 不過你一個前提條件 你就先要表忠 你先要表忠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到時阿爺的綠燈 還卡不卡 明白嗎 到時阿爺的綠燈還卡不卡 如果曾鈺成說要選 如果阿爺說要選 如果阿爺說要選 那你可不可以卡他 你可不可以卡他 為什麼阿爺會這樣卡 因為這是暗票制度 你有暗票的話 他就開始害怕 害怕他就去卡你 問題是 如果玩名票 那就過癮了 卡不卡得到 極其量都是兩至三個人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你選委 例如組成方式 胡官是講得最激進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不看胡官的 胡官就是會擴大選民的基礎 反而回到當年肥棒的新狗組 將他變成百多萬的民意代表 他真的在循序漸進 他不為分任何事情 很簡單 他提議那件事是可以做到的 公司票變成個人票 即是一個律師事務所 會計師行裏面 所有的職員都能夠 那一個都影響不大 而是商界的影響大 即是所謂飲食界 我就不只是磁牌引 那麼簡單 你是酒樓員工也有份 即是你不是律師行的partner 才可以投票 你是斟茶阿嬸也可以 你裏面的民員也可以 那你立即25乘4 已經變成100萬 所以變成是深刻回到當年的新狗組 這件事 你說他是否千古罪人違反 即是直通車 我不懂得說 但的而且按回風 胡官的理解 你如果是循序漸進的話 你會配合到831 最不違反831 就是將選民基礎擴闊 那你那個所謂提名票 有代表性 它是要求百分之一 100萬人裏面 其實也不少 提名的門檻 其實也是大幅提升的 不過 就是你那個提名委員會 就變成是有民意代表 這不是公投的 這件事 其實當中有多少細節可以微調 真真正正可以拿到這盤牌的 在三個候選人裏面 其實是只有胡官 老實說 有很多事情 真的只有胡官 這是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其實現在呢 給一條計劃 那些樹粉 或者給胡蘇貞本人 如果你現在輸了 你立即去做一個認知政府 做他的首領 那你起碼對得住 那些樹粉 難得知道為什麼 昨晚吃飯都談了這個問題 都有提過 開麥克風經常說過 到底胡蘇仔 會不會走回陳四馬這條舊路 很明顯不會 我們知道不會 但我意思是 我當然知道不會 我才這樣說 但我意思是 他要對得住他的支持者 他要對得住民主之父 又很感動 我終於看到希望 要對得住他們 我覺得他不會想這樣 你就走出來 籌早你自己的影子內閣 我覺得他不會做這樣 我覺得他會退休喝咖啡 我覺得他會去看法國電影 喝一杯咖啡 所以過癮在 到底 嘩 嗯 那些貓是真的像是羊 好的 我不喝醋 現在變了葡萄 所以其實就是 我不覺得胡蘇仔會出來組黨 或者是會參與 現在所謂的泛民新黨 反而就是泛民現在 沒有了共主之後 我不知道他怎麼收拾 那如果曾俊華 就算他不是一個 要籌早影子政府 你如果真的有心 繼續從政 以及繼續把自己的民意去滾大 未來繼續想在香港政壇 有一分影響力出現 他不會的 你起碼要 真的落手落腳去 選區議會 選立法會 這麼辛苦的事情他會做嗎 但這些就應該要做 那些票應該要 應該要 應該要 那你現在不就是走回誰 走回上次唐英的條路 輸了嗎 回家喝紅酒 這個輸了 回家看法國電影喝咖啡 都說他不會走陳世萬的路線 我覺得他是會加入某些金融機構 那些金融機構 這樣就 虛偉而已 無人歡迎 或者做一些上市公司 掛名的執董 這樣 真是 都沒有所謂的 都不是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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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不合理的 那哪個策略最合理呢 那就是阿爺的策略 無論如何都會贏 因為哪個當選他都會贏 那今天賽果出了 分析說了 反而大家密切留意 就會看到底勞工界的反應會如何 會不會趁機五日勞動 折了新訴求新組織 七一 是不是真的會多人 這個我不敢說 但肯定接下來的那場硬仗 就是那個選舉 去補選的形勢 這些是密切留意 我們星期三 又是我們三位 就會有決戰中環 今晚就會有次官 次官回來了 今晚是如是我民的直播 今晚是如是我民的直播 大家繼續聽 這個獨立思考 需要獨立思考的forum的節目 始終如一人一支咪 始終我們主潮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是可以共融的 嗯 好了 拜拜 拜拜